大家好,我是小贤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我做的迷你芝士蛋糕 这款小蛋糕口感细腻绵密,入口即化 而且操作起来非常简单 喜欢的朋友一起来做吧 我们先准备80克饼干,把它擀碎 然后再加入30克融化的黄油,把它们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后,再倒入模具底部,把它们压平 做完后,放入冰箱冷冻20分钟 现在我们来做蛋糕糊 准备180克奶油奶酪,45克细砂糖 先把它们打至顺滑 然后再将两个鸡蛋分两次加入,把它们搅拌均匀 分次加入是为了避免水油分离 搅拌均匀后,再加入90克酸奶 1克盐,5克柠檬汁,继续把它们搅拌均匀 最后再筛入15克低筋面粉 搅拌至没有干粉 这样我们的蛋糕糊就做好了 将做好的蛋糕糊倒入模具中,酒分满就可以了 全部完成后,放入预热好的烤箱中下层 上下火150度,烘烤25分钟 蛋糕烤好后,先把它放凉 再放入冰箱冷藏3-4个小时 最后再放上自己喜欢的水果 这样我们的迷你知识蛋糕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一定要试一下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,请帮忙点赞,评论,转发 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小贤,我们下期见